韓國貴請別人 尊敬的推友們大家好 這是郭文貴5月23號報平安的直播視頻 由於這個現在呢 這個直播視頻呢 因為我開會 我只能說大概15分鐘左右 簡單的呢 我先說幾下幾個問題 首先讓我對 所有这几天由于杨坚利先生为我发起的 在白宫请愿的签署网站 而受牵连的国内的所有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抱歉和万分的谢意 非常的遗憾 我收到了那么多由于上白宫网页 签署了魏文贵的全信 结果受到了警察的骚扰 还有问话 甚至打电话到一些单位去让单位迟掉他的工作 有些人还被威胁 非常非常抱歉 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文贵让你们受到如此牵连 实在是这算文贵欠你们的 但是呢就像我昨天发推说的 这也不是一个坏事 从某种程度来讲 让我们更加熟悉未来在一系列的行动当中 如何使用电子化 还有现在的和英语的这些工具 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一次实际的一场操作 一场锻炼 虽然我们付出代价 但这件事情 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一个呢 昨天 收到了一位姓燕的朋友 给我发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 我相信这位燕先生 虽然你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 但我相信呢 您是跟傅振华先生 是有很深的关系的 特别是你谈到了 你给他了600万 他答应你让你去北京市经侦 当一个这个副大队长 最后是副老三收了你的钱 副老三收了你的钱 结果没给你办 这个信息呢 这是我知道的 当您给我发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就知道您是谁了 那么燕先生 我想告诉你的事情 您所有现在给我发这些信息 我都不能公开 因为这些事情 对我们所有人 虽然很重要 但是对案情 目前还不是时机 所以非常抱歉 但是我想告诉所有 现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推友们 就是傅振华 现在最近呢 确确实实是被调查状态 这是我今天早上 报平安视频的重点 而且傅振华先生的 所有的很多过去腐败 敲诈勒索 在北京市公安局期间 由他弟弟 还有他的情人 这个以提拔 所有公安干警 许诺 包括这个 在特别的经贞上办私案 收取了大量的现金和贿赂 这些事情已经在被调查当中 而且我今天在这可以负责任的说 我向傅振华先生 包括你全家说 这个你 所有现在的 这个头一段时间 安排你的外访 包括考察被取消 这都是文贵都掌握的 还有 你想逃跑 那是不可能的 原来我从来不说傅老三的名字 我现在会告诉大家 傅老三的名字叫傅卫华 他哥叫傅振华 他叫傅卫华 那么傅卫华现在 我先说三个国家的护照 一个是中国护照 一个香港特别新闻区护照 一个新加特护照 未来我还会公布他其他的护照 由于他海外的资产 大量的资产都藏匿在他的名下 这个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但是呢这两天来 事情呢有了突破的进展 有了突破的进展 而且其他部门 我说其他部门 不是那些盗国贼民控制的部门 其他部门 根据他们的调查 一个国家级的案子当中 牵涉到了傅振华和他的家人 这件事情是个突破口 咱们拭目以待吧 我不相信 这个任何有良知的国安员和国家政府 能看着傅振华这样的人 和他的弟弟和他的家人 这样的祸害老百姓 这样的残害自己的同胞 这样的以贪反贪 以警反贪 以警反腐 以警治国 在傅振华先生体现的淋漓尽致 如果因为傅振华先生而得罪了九千万党员 而失去了所有人的信任 这个值不值得 这个值不值得 而且傅振华强到处打着习近平主席的名义 到处招摇 而且给所有的干警们留下了一个印象 就是他的老板是习近平先生 这简直是招摇创骗 应该得到惩罚 第二个呢 昨天我收到了一位 关于郭文贵案始末的 一个内部知情人的信息 这个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呢 我知道这是中文集委的一个朋友 有意发给我的 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抓孟徽清 抓马建副部长 抓张岳书记 还有抓这个跟这相关的人 这一切人都被抓了 是某个中央常委下令让主让抓的 而且是为了掩盖自己和报私手让抓的 包括我们公司的林强先生 这个领导的跟他的谈话 你给我简单说了一下 这位朋友我要告诉你的事情 您说的都是真的 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告诉我 而且最后你告诉我的事情 你是利用我 因为很简单 你把这个责任全推给了习总书记 这显然你是把某个人的错误 推给了习总书记 这和前天和大前天 来自香港 为某些人说情的人 说只要文贵你现在闭嘴 这个领导的事情别报 其他我不管 什么事都可以交易 可以谈 这跟他如出一辙 跟他们说的话 当初要抓郭文贵全家 灭郭文贵全家 没收全部资产 这个不是这个领导的意思 是上过领导的意思 如出一辙 这显然是把郭文贵当傻子了 这是一贯的盗国贼的这种天真幻想 是天下老百姓灵智商 跟我的潘处上 黄处上 是同一个级别的 就以为天下人全都傻呀 你们聪明 郭文贵能上去这档吗 但是你给我提供的这些信息 都是真的 真真假假 装傻虫愣 这是盗国贼们 这是咱们过去统治江山 一贯的用招 但你用在文贵身上 不灵了 这就不灵了 特别是 这几天派出了 以胡舒立女士 和潘处男 黄处长 一起联手 又搞了我一波 一看都知道你是谁吗 那出来的吗 是吧 你这个出自何处 老百姓傻吗 胡舒立女士出手了 和潘处长出手了 和那我们现在的天真的黄姑娘出手了 黄处长出手了 那背后是谁呀 想掩盖谁呀 包括头两天有领导跟我说 北京房地产商不同 不愿意了 不愿意了是吗 我就等着你不愿意呢 你不愿意我才有机会 你愿意我哪有机会呀 另外 另外 这个昨天 一位朋友过电话当中 给我讲了最近这个 傅政华先生和他弟弟傅卫华 传登了一批这个人 跟踪我的哥哥 在我哥楼下盯梢 准备采取行动 因为要把我哥哥收拾了 他们想灭口 我可以在这说 傅政华先生 你所有的座位 都会有无数人盯着 不仅仅郭文贵 傅卫华傅老三 你记住 你也记住 这些事儿多点盯着呢 你们敢胆大妄为 你看郭文贵会做什么 咱可以试试看 我已经试了 你们试了我三年了 郭文贵没让你们失望过 给我来横的 恐吓来欺骗的 你们再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骗得了郭文贵 看看能不能吓到郭文贵 你们可以试 如果再对我的家人 你们再这样的做法 那你们可以往下走走看看 郭文贵能不能屈服 郭文贵会不会被你们再欺骗 同时 这个傅老三 特别拿了李友的钱 这个最近几天来 我们查出了 所有的具体的证据 大连市公安局局长 亲自去 看李友 在李友关下期间 李友和警察同吃同住 在李友案子判在即将判的一个月前 全部卷中改 改变卷中拿掉相关证人 这个证据已经拿到了 我非常感谢大连的公安 有良心的公安 你发给了我这些资料 但是大连市公安局的领导 我希望你们明白 你们收了李友的钱 你们去跟人家李友像跪在那儿啊 恨不得给人家舔人家屁股啊 你去看人家李友公安局局长 然后跟李友同吃 而让李友吃警察一样的饭 这是什么原因 拿了人家李友那点钱 你一点骨头都没有了 然后听你所谓的政法委的领导的话 然后就是郭文贵肯定全家死定了 你就往死了 整我们家人 结果李友的情人 李友的女秘书 情人团队关的时候 吃香的喝辣的 有的还给特别买一些什么洗发液 护发水 然后楼下监控室 看着这些女人洗澡 你哪是警察呀 你就是黑社会 这位朋友给我讲述的这些事情和过程 我非常的感激 包括您说的 必要的时候 您愿意亲身说法 亲身说法 我非常感动 我再次重申 绝大多数公安干净 200多人干净 都是好人 极少数是坏人 被利于信心 权力交换 权钱交换 权色交换 以黑至警 以黑至国 这些事情 谁也瞒不住 任何一个人想瞒天过海 想把这事瞒住 你去做梦吧 你们无法想象 现在国内 由于郭文贵爆料 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的沉默 到了最后的时刻 不要自欺欺凌了 还拿出香港的说情的 转嫁 你和霍海 说成是大领导的意思 把你给栽青了 可能吗 你为啥抓郭文贵 你为什么弄我全家 为什么要弄死我们全家 为什么要保护傅政华先生 你为啥保护傅卫华傅老三 为什么现在还不去抓的 不去练查的 难道文贵是傻子吗 文贵没有朋友吗 人民警察都是傻子吗 都和你都收到以前了吗 不要忘了这些盗国贼们 你在玩女人的时候 警察没给你掺上便宜 他连录像都没看着 你大把大把往下捞钱的时候 这些兄弟姐妹们 没给你捞到钱 不过都是傻瓜而已 被你们给骗了 以国家的名义给骗了 一组成的名义给骗了 大连公安局的领导 跟李友吃香喝辣的 用这个公安干净的话说 他们家人在海外读书 弄的钱大了去了 李友是几十亿的钱给的 从李友家说出来的话 说出来的部分的脆和欲 在北京家里说 全都被领导拿走了 这事能拉到吗 能完吗 威胁郭文贵 弄死郭文贵 弄死我们全家 好替李友 替这常委 替这政治局委员们 那盗国贼们 不就是要灭口吗 这位干净 你的良心感动了文贵 给了文贵动力和力量 我一定战斗到底 您那句给我留言说 希望我千万不要妥协 出卖了良知 您把文贵看得太低了 我不会出卖良知的 我知道所有人现在万箭万枪 恨不得把郭文贵灭了 郭文贵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既不会上仗 也不会害怕 包括这几天来香港各派都给我说情的 威胁我的很多 一切只有一个结果 真相 不会有其他结果出现 只有真相 郭文贵对我的员工 我员工受到的弃辱 我员工的一页白头 我员工受到这种折磨 我的家人和我的所有的同事受到这种折磨 必须得有个说法 咱们拭目以待 我这一辈子就要郭七条 就是我所有的理想 郭七条就是我所有的未来人生的目标 我什么对我都不重要 这就是一切一切 这几天我太太跟我来一起 每天晚上七八次醒来 就是梦醒 惊醒 醒来以后吓得抱着我就哭 这种感觉只有我知道 我的妻子现在三年老了十几岁 全身食品 我的女儿现在突然半夜跑过来 待我沙发上睡她害怕 这种当爸爸的感觉 和我妻子一夜醒来六七次 惊梦醒抱着我不松手的感觉 只有我痛苦我知道 任何人忽视了我亲人的痛苦 我员工的痛苦 你就是我的敌人 请推友们一定要记住 多有时间多陪陪家人 我发自内心的 这每一天当我妻子 儿子女儿和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想把这种感觉 传递给所有的推友们 疼疼你们的老人 疼关心你们的爱人和家人 昨天我给我父母视频了 我母亲现在哭的 这个眼睛这个忙了以后 做完手术又不敢让她哭 但昨天还是一直哭 我父亲现在生的一天 比一天长 我那些哥哥现在 各个身体从这边 关了一年多两年 都非常非常差 我妻子最关键是 从第一次放出来以后 一年半不让回家 就像看着盘古大陆 从来不让回家 然后每天又 不知道在哪 就冒飞摄像机出来 伸到窗户里边来 把她给现在下的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如惊弓之鸟 这种痛苦 我不希望发生 任何中国人通报的忍忍 如果你们的懦弱和忍受 你们一定记住 郭文贵的昨天 郭文贵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明天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团结起来 同时现在把自己强大起来 看清这个社会 看清现在这个 以黑治国 以贪反贪的事实和真相 以景治国的真相 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 才能有自由 才能有尊严 才能不叫人 把猪当成猪狗样 今天潘处长代表着 还有胡舒立女士 还有黄处长 黄雁女士 站出来跟文贵挑战 这是最大的消息 希望我所有涉及到的人 什么岳文海 徐止斌 李友 王恩歌校长 朱山陆书记 都站出来 把一个个的各个帮派 各个山头 各个势力都亮出来 文贵能起到这个作用 那真的是一个好照耀镜 这一辈子也不白活了 咱们拭目以待 很多事情 在未来的很短的时间里 会有结果的 再次的祝福退友们身体健康 好好照顾家人 文贵今天的直播视频 到此为止 一切都是高刚开始 谢谢大家